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今天来到今晚的桑普论证 是6月5日深夜的桑普论证 我们今天继续讲六四 我知道讲六四 大家就会觉得又讲这麽悲惨的事情 又或者说网络上 无论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YouTube 都会压流量的 但我说不在意 讲川普 讲特朗普 讲特朗普 又会压流量 讲选举两个字又会压流量 讲这个六四三五周年 当然会压流量 但你说因为这样不讲吗 不会 所以我们就不会成为一种 所谓网红的动物 I don't think so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网红 我专门讲一些 网上被人压流量的事情 但我觉得这件事值得讲 无论多少人听 我都希望讲给一些想听的人知道 希望大家多些 将这些讯息 就是为了避免YouTube 不断打压流量 广传给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赞助支持本人 尤其通过Patreon 半月定期课金 尽量避免免免费subscribe 我不会像某军 免费 你松开 我又不会这样的 但我希望大家 就是说 行有余力的人 能够多些付费定额 每月支持我这个Patreon 也希望大家多多努力 关注香港的时事 这些才是重要的 好了 六四有什么事实要跟大家讲的呢 昨天我觉得是没有读出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这篇文章 要是文章 是一篇制文 这篇制文是六四三十五周年 万安公募制文 是天安门母亲写的制文 这件事 很多媒体都在说 香港的人怎样 台湾的情况怎样 全世界怎样追到 但是偏偏没有说出这篇制文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能够把这篇制文读给大家听 大家知道六四三十五周年日 六四年男者家属前往万安公募 北京的地方去拜祭 发表制文 制文说 当权者用国家机器镇压了 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学生和民众 反问习近平曾经说 反腐败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说当年的学生 不正是反腐败的吹哨人 他们就是反官倒 是吧 家属说将继续对政府坚持 真相赔偿问责三大诉求 希望这一代领导人能够承担起历史责任 那当然了 明知不可以为为之 他不是做进贱 他是一个抗议 OK 六四三五周年的万安公募制文 全民内容如下 今天是六月四日 是北京天安门大屠杀惨案三十五周年的制日 每年的这一日 我们都怀着沉痛的心情 相聚在万安公募 寄托我们的哀思 祭恋我们的亲人 这里 场面住我们的八位遇难亲人 三十五年前 他们被政府的军队残忍地枪杀 罪恶的子弹剥夺了他们先活的生命 历史不能忘却 不用忘却 不得忘却 历史永远记住他们 他们的名字是这样的 杨明胡 南 四十二岁 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署 东长安街 南辞子 腹部重胆遇难 维下当年不足五岁的幼子 杨燕生 南 三十岁 中国体育报社总编室 正义路 抢救伤原腹部重胆遇难 维下当年只得一岁八个月的幼子 杨智京 南 三十岁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 木西地 左胸重胆遇难 袁力 南 二十九岁 基电部北京机械工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 木西地 烟颈部至底骨部 贯通重胆遇难 黄卫萍 女 二十五岁 北京医科大学应届毕业生 木西地 抢救伤原颈部重胆遇难 段昌龙 南 二十四岁 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 民族文化工 左胸重胆遇难 郭春棉 南 二十三岁 北京六一中学教师 木西地 左胸重胆遇难 黄南 南 十九岁 北京月潭中学高二学生 南 长安 阶南 头部重胆遇难 暂在这些面前 我们仿佛又回到了 35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夜晚 当权者竟然动用国家的野战军队 使用了机枪坦克 向手无线断裂的和平请愿学生 以及市民做了疯狂的大屠杀 谁能想到在和平年代 在新中国建国四十年后 在中国首都北京当权者 亲手制造了一场震惊中爱 惨绝人横的六四惨案 当年的你们 懷处一腔爱国热血 一片赤子之心 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关心百姓的民生 希望政府清正廉结反官倒反腐败 但当权者却採取了极端残忍的手段 公然违背宪法、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疯狂使用国家机器 镇压了学生和民众 之后中国官员贪污腐化现象横行 这些连打老虎和竹仓营数不升数 贪官前负后继 负是腐败的负败 总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 反腐败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而当年的学生们 不正是反腐败的吹哨人妈 三十五年来 我们从最初失去亲人的悲愤 痛苦和绝望 到后来我们逐渐懂得 我们必须擦干眼术入泪水 将一切的悲伤深藏在心底 我们必须为失去亲人做些事情 绝不能让你们生命白白付出 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在此为你们讨论讨回公道的路 是一场持续艰辛的历程 作为难熟的我们 经历过当局对我们 采取的监听监视警告威胁跟踪等手段 尤其在清明节六四 以及其他敏感时期 漫长的三十五年 万安公务场面的八位原谅者的亲人们 没有等到正义来到的一日 却因年老疾病 已经有七位父母含恨离世 但是请相信你们的亲人 一定会坚持走下去永不然气 我们将继续向政府秉持我们的三项诉求 身上赔偿问责 希望这代领导人能承担历史的责任 使六四刹案能够得到公开 公平公正的解决 各位所有六四遇难的亡灵和三十五年来 已经逝去的父母 愿你们所追求的正义一定会实现 愿你们的英灵在天堂安息 万安公务六四的难熟 足之弟 学自经的母亲 张先灵 黄南的母亲 黄雪芬 郭春棉的母亲 尤惠杰 杨明胡的遗伤 黄金平 杨燕昇的遗伤 袁印 袁力的姐姐 学健 学自经的唐哥 段昌奇 段昌龙的姐姐 万安公务六四已逝世的难熟 包括李雪文 袁力的母亲 袁可治 袁力的母亲 赫耳全 学自经的父亲 段宏炳 段昌龙的父亲 黄范地 黄南的父亲 朱玉仙 黄慧萍的母亲 周淑庄 段昌龙的母亲 2024年6月4日 我想这一点是相当震撼 当然了 你说他是不是希望 狠求当局一些东西 我不是说他是一个哀求 而是一个抗议 我是这样看这一份这样的情况 而不是一个瞬间 我想这一件事是他们 挺直腰杆去做的一件事 在现今中国是相当难的 那我们看回六四 在台北 昨天我们说过 超过六千人参与 人数创十年新高 那我们看回数字 2021年没有办悼念会 2020年有二千人 2022年有二千人 2023年有二千五百人 到今年有六千人 我想是创出了有私底的新高 我昨天和曾建源 即以前民主书院的这位理事长 聊过 他现在不是理事长 现在交给另一个人去处理 另外有一些伙伴 曾建源跟我说 最低的纪录 你知道多少人 最低的纪录 是六个人 是六个人 OK 六个人 其他三个人是比较统筷 一些 曾建源就是比较 参加过抗争的活动 另外一个叫林足水 你知不知道 剩下第三个 是什么人来的呢 那个人呢 就是一个平时不是很出声 在一个地方乖乖牌的 一个女生 后来做了台湾总统的人 OK 我想 蔡英文是成为六个悼念的人 其中之一 当然他做了总统之后 没有来过 有传过是否昨天他会来 当然他没有回复 没有答应我会来 当然有人邀请他 当然他都没有来到 但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都知道 他曾经来过 我相信一个和普世人权价值 一个对中共的暴政有关的事 我想这是一个普世的人权 我听到很多一些 在这里的香港的电影人说 以前呢 2020年及以前都不会悼念六四的 也都不会去维园这些触光晚会的 但有一个人感动他 这个也不是单一一个年轻人这样说 也很多人都这样说 这个人叫周恒彤 如果没有周恒彤 香港这帮半土派 是永远不会到六四的 当他们扮半土派的活动 没有一些基本的设备 周恒彤二话不说 有求必应 喇叭给喇叭 鄧给鄧 所有的事情 无限量支持一些 本土派的人士去做抗争 他很感动 很多人很感动 觉得周恒彤不是一个胶 那么简单 他直接每一个方面 能够去对抗共产党的 他都肯去支持 所以感召到更多一些 香港本土派的电影人 打破他的思维的一个框架 能够明白到一件事 第一 连成一气 不是大中华交 个个都是坏人来的 OK 虽然我不是大中华交 但我不会说大中华交 个个都是坏人来的 没有这样的事 而且很多很多都是心清气正的 值得互相联络和合作 聊天的 第二件事就是 Well 其实六四的意义是什么呢 令这些年轻人重新反省 不是因为跟周恒彤之间的感情关系 要绝对没有这样的感情关系 就是跟爱情没有关系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 更加重要的是 明白到悼念六四 其实是另一种反共的标志 你建立在人权的普世价值 和共同面对中共的共同敌人 这两点 去做悼念六四 而这又可以连结更多 各个地方被共产党侵害残害的人 包括 包括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人、台湾人 南蒙的人士 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了解这件事 所以我会觉得是一件好事 昨天在六月四日 在中正纪念堂 我喜欢讲自由广场 超过六千人参加 印疏厂十年的新高 现场除了不少港人 更加有台湾新生堂的面孔 反观过去的集会 即使过去在反送中的运动 大批港人移台后也会出席六四集会 但参与人数也维持在一两千人之间 这个是因为前几段清了行动的动员力量未散 以及港府不断打压纪念六四的港人 激化台湾人、香港人 团结、站出来 我想这件事是很大的关系 六四触光晚会 三十五周年 用广东话和国语商语进行 令到不能在香港悼念的港人更加添了亲切 香港元素非常多 不同的在台港人的团体也设立市集 包括我们在内 由联署声援四十七人案和其他政治法 亦有人摆放以城香港禁书的羊村会本 令集会的议题不单纯只是悼念六四死难者 由数据上去看 除了六四三十二周年 即2021年 因为疫情要革命网上悼念会之外 但是2020年至23年台湾六四触光晚会的人数 都维持在一千至二千五百之间 今年却突破六千 成为创十年的新高 主办单位 华人民主书院的常务理事曾建源分析 香港有维苑悼念的传统 但现在触光不在 台湾成为了在台港人的精神寄托 今年港人再增加 主因是港府连串打压的激化 而今年又有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即基本法23条的立法通过 再加上六四前夕 香港政府亦用了国安条例 即23条的本地立法 逮捕周幸彤和其他战友 包括他妈妈包括他舅父 台湾人看到都会生气 何况是香港人呢 那是他们的故乡 而他们觉得有香港人特别坐飞机 当日往返台北 就是要参加六四 就是要参加这个 在中正纪念堂 即自由广场 旁边民主带道所举办的这一场 民主的承宴 我们会觉得这件事相当重要 参与默外 这是我们每一年 心心念念的事 那么大家知道 周幸彤现正在大满旅程教所服营 她日前她的妈妈和舅父等八人 被自己Facebook专页小童群秋会 持续发布先动帖文 被国安署拘捕 但仍无阻她在狱中 绝食悼念六四三十五周年 当然小童群秋会 在页面现在没有再更新 但据了解 第三年在狱中度过六四的周幸彤 今年继续以绝食来明治 她去年酌食三十四小时 曾表示以后每年六四 都会增加一小时 来纪念周年的数字 而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发表联署声明 要求港府立即释放 因为国安法被捕的人士 停止打压悼念六四活动 全盘修正国安法会有为人权之处 同时呼吁台湾社会和政府 政府持续对香港民主活动支持他们的空间 特别提到 周恩统统八二人被认定 自然触犯煎动意图罪 但有关帖文只是单纯分享 参与六四万会等经验的图文 赤字未提 平反六四的口号 即支撑会的五大诉求 什么都没有说过 也没有号召别人参加集会 不应構成犯罪意图 声明要求港府停止毛利拘捕 停止动靠自己人民 终止钳制人民 纪念六四的言论和集会自由 另外CFHK 就是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在全美职棒联盟国民队中 对大都会的赛事中 成功的球场大屏幕展示 HK47 HK47 Never forget At 2019 永继香港47人案和2019年的抗争 这个信息相当清晰 很多谢美国民间组织 当然我们看到 朱耀明牧师 我觉得六四期间 他过去加拿大温哥华 和大家见面 也参与温哥华 在David Lam Park所举办的悼念仪式 也希望他一切身体健康 六四事件三五周年 当年参与黄雀行动的营救文文人士 经香港流亡海外的战令中环发起人 朱耀明 身在加拿大 会出席由 已经出席了 在温哥华支联会 温之联 他在温哥华的David Lam Park 林斯齐公园 举办的六四足光晚会 他说过 35年 今日维远不是足光 而是同乡会的家电话会 政府不单想忘记 而是想改写历史 我们怎能够遗忘呢 良知和公园 还有对生命的敬畏 给大家答案 我们心里的灼光 不会昔灭 因为我们的良知在这个地方 良知不会让我们忘记 活有这遗愿 我们心里 难道就没有灼光吗 这是一个大灾问 希望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心里的灼光是会不死的 我想有详细的报导 我可以看看 他考宗子言的这本书 即是尽力拒绝遗忘 打破沉默 要屡落真诚 继续为六四 为香港去做见证 这一点呢 就是他非常深层的意思 详细的情况可以自己看回 雜誌有关的帖文 在香港呢 一点都不容易 一点都不容易 记协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记协现任的主席 Channel C多媒体制作主任 陈朗星先生 即是星哥 就是6月4日夜晚 在铜锣湾採访期间 被指冲击警方防线 被警方透过扩音器点名警告 双方一度发生口角 记协在今天5日 发表声明 谴责警方再次六四当日 阻碍采访 无理警告拘捕或带走新闻工作者 声明说 陈朗星在6月4日晚上近8点半 在铜锣湾金白利广场外 采访 有警司邀请他进入防线 但其后一名总督察 向他发出至少两次口头警告 诬蔑他带头破坏秩序 冲击警方防线 要求他即时离开 如再冲击就会立即拘捕 简直是好像见鬼一样 根本上没有这样的事 他自己以为是否精神分裂 妄想症 是不是看回闪灵呢 你们这班人 陈朗星最后自行离开防线 而协谱也得识在现场拍摄的摄影师 Mark Projan 被警方带走 数小时才获释 网上片段显示 警方透过郭音器 说陈朗星冲击防线 陈朗星第一次警告 你再冲击警察防线 立刻拉你 拍下他 我见到你很多次冲击警方防线 我已经给了警告你 你不要再冲击 行不行 你要拍 站在后面拍 警方防线在后面 陈朗星一念无奈 退到橙带封锁线外 并表示他百分之一百 老屈我冲击警方防线 之后 暴离现场 不想在这个地方 给他一个地方吃 记协表示 警方已经不是首次 在六四当日 阻碍新闻记者 採访 在无合理理由之下 警告拘捕或 带走新闻工作者 是严重損害新闻自由 警方需要解释事件 当然 港共政权 黑警当然不会解释 陈朗星早前在社交平台宣布 不会参加记协下一届 执委会选举及竞逐连任主席 并形容是无奈地要下船 他透露收到消息 如果自己营留任 会影响记协 他收到的说法就是 如果你继续做 这些针对攻击批评 会继续有 所以这种所谓的不可抗力 看到他相当严峻 除了这之外 第二件事 记协面对的 当然是涉及到奪权的问题 这些有点像当时的 有点像 但不是绝对是 学友写的奪权事件 大家看回司徒华的书 大家知道 香港记者协会 执委会缓介在职 现任主席陈朗星 已经无温馨提示 之后宣布不争取连任 已经上星期五 5月31日 选举提名期间结束 记协收到两个人 报名参选主席 其中包括 网媒透视报的主片 李敏尼 这个网媒做什么呢 当然是做共产党要做的事 他有个名言 他名言是什么呢 就是说 翻查资料 他现在是透视网的主片 曾接受中国媒体访问 说 记协长期吐毒 令记者认为中国是邪恶的一方 你知道是什么了 总之共产党就要参沙子 挖长角 丢石头 当然一定要做这件事 就是什么呢 老屈 然后深入来 我举收选举 接着呢 他这些人呢 就脱脱的 要你跟着程序去做 在最后 就是你的提名的人 不要撤销提名 因为记华呢 李敏尼其中一名提名的人 撤销提名 你找多几个提名 你撤销了 都会合乎提名的人数 就可以了 而且你还未在限期前 补上新的提名 时间一到 5月31号 提名期间结束一到 提名无效 这个就是游戏规则 你谁叫你找到那些人的提名 你撤销了 你没有新的提名 那你自己留招 于是乎呢 就在那里吵了 你就好像觉得 无理被打压一样 当然啦 哎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 你问来这些 一早已经不会闹事 因为有法治可言 是不是 但现在香港政府是什么呢 不理规则的嘛 说你有事就有事的嘛 再吵过你 告你国安法嘛 国家安全大过天嘛 陈文敏说 似乎是国安压到一切 为什么似乎 国安就是压到一切 是不是 所以就说了 李敏尼及后发文 投诉记协 认为没有给予足够时间 保交提名 不好意思 这个规计就是这样 5月31号就是这样 在一个不变期间 没有欢愉的空间 独立媒体 过去一周 两度邀约李敏尼 访问都被拒绝 他今天向独立媒体 说 事件或 他会进入法律程序 并说 会采取一切适当的行动 二任主席陈恒星说 如果李敏尼认为 记协处事不公 或有所投诉 可向独立委任的 选举委员会去投诉 这是记协有自己的一套 所谓的做事方式 非常严谨 这么多年来 是执行的 执委会是最重要的 决定机关 你想想 这个就是情况 我会认为 在法治的框架之下 记协是完全合理的 你5月30号之前 你没有补交到足够提名 那就是DQ 不是DQ 是你基本上不符合参选之间 不是DQ 是你根本是not qualified 不是disqualified not qualified not qualified not eligible to be elected 所以根本 你根本连candidacy 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很基本 那如果你说 你自己不满意的 谁叫你脱碌 不过共产党会帮一个脱碌的人 那是另一件事 那现在是骂的 一直骂给上面的老板 看共产党 我没有脱碌的 我要骂事 搞乱 做一个氛围出来 用这件事 借力打力 看看你记协有没有说错 然后用这个地方来封杀记协 各位 香港这么多个专业团体 真正独立自主的专业团体 公民团体 记协是寥寥可嫂 还石火紧存 所以我很多谢阿星哥 很多谢各位 这么多记者的执位 很多谢各位记者 仍然紧守岗位 职工盟没有了 支联会没有了 教协没有了 社工没有了 医护界那些没有了 律师公会 香港律师会 和香港大律师公会 这两个重要的律师公会 基本上没有了 已经完全被人洗版了 我想他现在正在用 对付律师会 对付大律师公会的方式 用渗透学有写模式 但是这位李敏尼 脱落 说真的 如果你足够提名 怎会这样 你自己的东西脱落落 可见共产党的爪牙 多么卑贱无能 这件事我想是很清晰的 令到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害怕 他们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兵来将党 水来吐染 最后记住be water 我们顶得多久 这个地方 我觉得企业值得顶 不应该解散 但是我认为 顶得多久 就是多久 今次李敏尼 下一次 可能会学正 所以大家知道 不是那么容易 是可以 敌得过共产党的 这些问题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可以读给大家听一下 就是Renews的林彦邦 他在採访的守心得 我想这是他在现场的人 他看到的东西 和我在台湾看到的 就是他看到的东西 我台湾看不到 所以我希望读出这东西 让大家知道 香港这些记者 在现场临场地 看到些什么 又在年六四周年 连续第五年 武支联会大台的燭光 曾经令香港人引以为傲 唯一可以在中国共产党 管治下 公开大规模 悼念六四的自由 已经完全消亡 取而代之的一种奇怪 别扭的状态 在日一整天 整个天后 銅鑼湾、维园 仿佛跌入了一个 一日限定的结界 有很多的图人、记者、警察 有装甲车、反黑组、爆炸品调查组 人人杀有介事有默不作声 绝大部分时间 只是一个不大可能有大事发生 你眼望我眼互相消磨的结界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本地人自然心领神会 但对于误厂结界的外来人完全相反 随着旅游业少见起色 今年六四下午 銅鑼湾街头 滋滋涌涌涌的对中国旅客 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他放了很多中国旅客 在那个地方 一车车来到 行人道上 刀头截意都是用普通话 发出的疑问 甚至有不少人会直接 问起在现场 有似乎无所事事的记者 一两个钟下来 听得最多的绝对不是好 或者是上行人路 而是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警察 甚至听过好几次的问题 是不是有明星? 其实 身在香港 Google一下 就知道答案了 不禁要赞叹中国的资讯封锁 大部分提出疑问的人 即使听到 今天是6月4日之旅的答案 仍然亡无头水 疑惑不疑 又不禁要问一句 在维园办个家乡市集 广州四方客 却又再出入口 报重兵 令这些一无所知的人 被逼去思考 今天发生什么事 是聪明 还是太聪明呢? 另一种怪异 是仅存在于香港人之间的 无论是站在现场的 在场暂光的警察 採访的记者 以至为数不多 到场散步 喝1664啤酒 坐在场上看书的人 都心知肚明 对方其实在做什么 你知道我做什么 我又知道你做什么 但又都默不作声 除于有极少数有实际行动 被警察带走的人之外 绝大部分在场的人 仿佛都达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知道你知道我在做什么 只要不跨过界线 一切就会被轻轻放过 甚至视若无睹 这当然是官方透过警力 有意营造的氛围 由去年到今年都大概如此 信息就是不乐意见到任何公开的悼念 如下的一切只可以秘密化地下化 令公众领域只剩下 家乡市集的欢乐音乐歌舞声平 但即使在这种五保一缸 十保一哨的高压之下 都是有人愿意站出来的 一天试图打破沉默的螺旋 让悼念仍然能被看见 大概晚上十点钟说 家乡市集的人潮已经散去 警察和记者都大致解除戒备等收工 在维园喷水池的一角 有位爸爸带着消火一年班的女儿坐在旁 他说爸爸之前被警察截查 女儿难免受惊 边说边紧抱戴着口罩的女儿 有人途经听到这个对话 轻轻拍着这个小女孩的肩膊 在耳边轻轻说给他知道 小妹妹你爸爸没有做错 然后有个人说他没有做错事 这个就是香港人 我以为这帮香港人真的要鼓掌 我这个地方我会告诉你 在海外做很多的advocacy 或者很多的和官民交流 我在问各位听完这个节目 我想在海外有很多的人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 年轻的可能有部份都听过 我认识的有部份 年轻的也听过节目 记住一件事 不要把香港港币玩完了 死了 制裁 关闭TTO 那就是foodstock OK 你要说出一点给全世界听 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香港人仍然在做日常深刻抵抗 他们本身的心 仍然和自由民主站在一起 如果我不说这句话 那问题是什么呢 很多地方即刻很快 会对香港的政策立即收紧 否则只会慢慢收紧 OK 一定会收紧 速度会慢 有些东西都会担不住 有些东西会担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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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起码不会立即担不住 是吗 即是有些人说 桑普 我要主张废除港澳条例 我披 我再说一次 我从没有主张 也都现在不会正向主张 如果我们只是说 香港和中国一样 没有一国两制玩完 和中国一样 那就立即废除港澳条例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不是政府 是人 香港人 小妹妹 你爸爸没有做错 他没有做错事 就是这种精神 就是这种彰显良知的精神 警察摧昔别人的触祸 不会令自己更光明 他摧昔了自己的良心 是摧昔了自己 不落地獄的免死金牌 他摧昔了 他一定落地獄 OK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還有一件事 欧洲 很多国家的领事 依然 都会看回香港的情况 OK 无论布林肯 他也会说过 即是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也都说过 当北京使徒压制六四的记忆的时候 美国会持续争取人权 与争取人权 和个人自由的人同在 35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挺身而出的人 他们的勇气和牺牲 是不会被遗忘的 美国会持续勉怀 数以万计的中国和平民主抗争者 他们因为捍卫自由 人权和终结腐败被血腥镇压 但我们向所有在六四 1989年6月4日 以及之后遇害及入狱的人 致敬 而很多消息 至少九个欧洲国家的 驻港总领事或代表 在6月4日晚上现身为怨 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 要入欧盟驻港办事处代理主任 日本驻港总领事 就独自前往维园 除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 加拿大驻港总领事馆 亦在社交媒体上上载烛光智片 说和平集会是人权 所以我再说一次 这些人为什么不捍呢 我问你这些黑警 死黑警 勾结境外势力 这些境外势力在外面 到地方看东西 境外势力 无端白笑去维园 抓他们 什么外交特权 领事特权 中国不理的 只要和国家安全有抵触的 所有的国际条约都可以不理的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 抓他们 拉他们上车 逗他48个小时 不过16天 你不斗 你们整班死黑警 全部都捍结境外势力 危害习近平 杂猪头 看到香港人 抓你 这个就是香港政府 很多人 很多人在昨天我都没有进入 譬如说 这一种 精神 民众人士的口号 被警方首次用 这是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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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即是基本法23条立法 第24条的煽动意图相关罪行 来将他拘捕 这个地方就是等于用这个地方 同样的道理就是 拘捕周恩彤等狗的人 这个做法是完全一致的 分分钟面对 是以年计的刑罚的 但我知道王婆婆 已经是不理回 无论欲爱 欲内 她都依然会行公 而好怜悯 这种精神 我要向王婆婆 真是致敬 很多人看完之后会哭 我只是觉得眼泪在心里流 我只是觉得 我们希望王婆婆看到这段 的时候都记住 我们支持你 我们为你觉得可彩 你的生命是很有意义 我知道上人在做神在看 他都看到你很有意义 而你的精神是给了我们 我更大的动力 要做更多的事 在香港 这么多人已经坐牢了 这么多人都被起诉了 这么多人都被拘捕了 王婆婆被拘捕之日 我有任何的道理不继续说话吗 我有任何的道理 继续去 好像有些人这样 骗完人家的版权之后 什么都不认吗 是吗 还要找一大堆的人 粉饰太平 制造混乱 老屈人家共产党是支配批评他的人 老屈整件事就是中了共产党的计 又搞什么 说人家是网上唐人街 说人家是搞文革2.0 中华文化DNA 死性不改的中华烈根性 但忘记了他自己做的所有事 难道我们批评李鹏邓小平 批评习近平 这些叫做网上唐人街 这些叫做中华文化DNA吗 我们批评他 只因为我们要脱离这些垃圾DNA 我们不服从权威 我们要站在人权公义去说一件事 站在法律侵权去说 人家侵夺知识产权 盗版的刘世良抗荣圈 他们会被钉在历史刺激署上面的小小的一个 因为他们连那些黑警都比不上 但他们所做的事一定要负责 另外有庞定斯、姨婆、姨生 持有国安法书本和图人合照 混乱间和警方有姿体冲突的庞定斯、姨婆和姨生 被拘捕的原因是被指涉的拘捕的罪名 习警公众地方行为不检 另外他捷古华拉克三藍 这个不长他的名称 是被指华尔的袭击两个保安 普通袭击被捕 那会不会被控呢?不知道 但肯定这个是很多人怨愤向前 不会因为你今天你捉了周恒彤 捉了他妈妈、捉了他的舅舅 捉了关振邦和他老婆 捉了刘嘉怡、捉了李凝芝等等 于是你觉得这件事是结束了 没有人会再这样做 我昨天也说过日本人 Yukiwo Imura 不怕 在这里亨重打鼓 然后悼念亡文 你看看 这个就是香港 人心不死 你怕远对抗 其实你在做的是什么? 因为你心有事 因为你杀人 你害人 中共及港共地下地上党的所有集团 分配全世界各地的很多秘密地下党的党员 我和你们说 你们不死 最后審判来到的时候 你们会被死更加惨 我说明了 你们这帮人 最后转型正义来到的时候 生不如死 五年 严格来说 由1921年到今天 超过一百年 我只是说 共产党存在的一天 我们难得安寻 所以我们要用粉碎中共 为未来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 我们要一步步 由反渗透开始 由宣度一些真正的正知正见观念开始 所以我们必定要走这条道路 是困难的 但我们依然会这样做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六四 明天我会和傑斯录新桑海神 希望到时候我们和他拆出新的火花 说一些和六四有关的议题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 寄予各位的人士 能够心里面永远有这个小灼光 虽然我们每年六四 只有一个纪念日 我不可能每一天都会和大家说这件事 但是这个心 记住 这个小灼光一直在我们心里面 一直这样去做到 希望大家能够 知道公义如河水滔滔 但愿公义如河水滔滔 不是一个默许 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使这件事改变 你看皇婆婆 我不是希望每个人都会像皇婆婆一样 但我们要对她有掌声 不是她被人逮捕之后 没有人讲她的事迹 是不是 这个政权杀人如草品民生 还有很多人假借反共 做尽一些 基本上和共产党的精神上 价值观念上 同质同购的东西 无论她这个人多有才 多有口才 或者所谓的学识 如果她是无德 只一个恶不群 我希望这件事不只是说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要反省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检讨别人的赤 一定会对自己也是一样的 也希望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你和你身边的人会过得更加幸福 你的子女看了你 也会觉得这个爸爸这个妈妈 是真的觉得活出一个生命出来 他以你们为榜样 你们的下一代会这样看来 而下一代做得好 上一代也会觉得安心 这个就是一定要做的事 不要为了一个自己偏私 可能是认识某个人 为了认识某个人 于是他做错的事 依然为他偏袒 用尽各种方法为他包装 用尽各种方法为他的原方 其实最后的目的不是为了他 而是为了自己 因为觉得自己也是生有事 于是为了他 为了他包装 令他顶第一线 怕这个火烧到自己的身 甚至想用这件事 来抵抗一些 真是美价值的人 因为很多人 其实说到尾 都是有奶便是粮 有钱使得鬼推磨 我不点名什么人 每个人自己 不要对号入座 也没有必要 我只是说 你们不反省 你们的下场会悲惨 你们肯反省肯悔过 我们会很开心 迎接新生的大家 希望大家努力 时刻反省 常为谦卑 与神同行 下一节再说